特别圆 期待特别圆 你先给我解释一下 第一个特别圆 看见我现在这个样 你们都没法想象 我四年以前我104 我现在是160 你说的是筋还是公斤 筋 104筋 然后达到了我体重的最高峰 之前就是学相声 很多的这个型 还有上舞台的感觉就找不着 突然之间胖了之后 上台之后 反而找着一种就是风格 所以就变成圆子了 圆子就圆子吧 反正大家喜欢就好 向上它变圆子 对 有没有人劝过你说减点肥 减过 但是不太成功 我们圈子里的很多就是哥哥 还有一些老师就说 你现在这个型特别好 然后大家一上台 很多人看见我们俩一出来 就有碰头好 就觉得是这样也挺好 后边这半句 特别圆 这是缘分的圆了 这个特别圆是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我 因为相声吧 放弃了我自己的一段爱情 之前也谈过一个男朋友 他也是相声演员 是异地恋嘛 然后两个人 都是特别热爱相声 然后我也觉得就说 我到了这个年龄 我也应该要 有成立一个自己的家庭吧 就嫁到那边去 但是到了那边之后 就肯定 我不可能带着我哥走 就是没搭档了 就从零开始 所以我就想 我是因为要结个婚 然后就去放弃相声 我说那就还是算了吧 然后两个人就分手了 期待着还是能找一个 特别合适的吧 有什么要求吗 相议相赢位 改相亲了啊 改相亲了 是赢亲的赢位 可能我的要求 还真是挺高的 因为我觉得还是 找一个圈里人嘛 大家能互相理解 能懂得 能支持我说相声 因为我为了相声 放弃了太多的事了 我真的不能再放弃相声了 也是希望能找到一个 真正有缘的人吧 好 感谢两位啊 给我们带来了 精彩的相声 和精彩的分享 也希望王霍能够 在未来的日子里 真正找到 特别投缘的另一半 好吗 好 谢谢 谢谢两位 感谢 谢谢 谢谢